公益悄悄化 欢迎回到爱上小一般的节目当中 我是小君 在节目期是为听众朋友们进行的单元 公益悄悄化 在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 这个是妇女党 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公益师 我们的蔡顺龙 我们的蔡师傅 大家好 你好 还有我们可爱又漂亮的女儿 我们的文雅 大家好 爸爸很可爱 在文雅眼中的爸爸是一个 慈父 还是眼父 慈父 他是半白脸的那一个 所以是慈父 所以家里面半黑脸的是妈妈 蔡师傅看起来脾气就非常好 对脾气是个很好 所以在文雅从小到大的印象当中 爸爸有发过脾气吗 有但是很少 很少 事数很少 对 所以文雅家中也有兄弟姐妹 有 有一个弟弟跟一个妹妹 所以文雅是家中排行老大 所以爸爸对您会寄予非常比较高的一些期待 或者是对您会有多比较多的一些要求吗 要求倒不会 只是说就是目前他的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记忆 即将面临失传的一个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没有办法 就是他我弟弟他不是做这个这个产业的 对对对 他是科技业的 所以他会就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我不接的话 对 他很快就会失传了 对对对呀 所以就是也不是说就是给我很大的要求 是说就是我如果可以做的话 对对 就是希望我把它接下来 那既然跟大家来这个介绍到我们的蔡师傅 我们的蔡顺龙蔡师傅呢 我们的蔡师傅呢 是我们冠河传统手工棉被 所以呢我们的蔡师傅就是以我们的手工棉被起家的 对对对对 是在我们的将军嘛 将军对对对 在中军喔 中军对对 啊在冰河传统口那里 是 所以这个手工棉被将军跟手工棉被的渊源关联是很深的吗 啊可以说我们中军的密被喔 是 在我们全台湾姓各部都喔 所有在那里做密被 嗯嗯嗯嗯 他就能不能用 loh 嗯嗯嗯 Indian 就是说是 嗯嗯嗯 所以说 嗯嗯 農軍 離兩岸這台 在這裡 法官開 所以說 幾乎以前的 因為是務農的社會嘛 所以說 賺價也沒有賺價 所以每幾乎 男生 幾乎會作米培 後來 大家有機會出去外面 去找地方 各鄉頂 找的地方,在那裡做點也好 買點也好,都在那裡做麵皮 做麵皮就是說,一些這些年輕人家 以前經濟最不太好 我們就是來請做師傅,請做野手 因為以前做麵皮屬於是非常艱苦 對,對,對 以前做麵皮 早上五點開始做,做到七、八點 也做到兩粒麵皮而已 做到兩粒麵皮而已 所以說不必現宅 所以以前做麵皮是非常辛苦 對,對,對 你要訂一個麵皮也要很久就訂 以前我們是說要去到一個某一個地點 在那裡開店做生意 不是說你的幫人家來 你也是說你幾十年前那時候都是說 做一個爭套,有人嫁娶 你已經說,親情已經說好了 對,對 對,對 底症走過來問問問問你們 Divine肚子有沒有做有沒有 對,有時候帶母的人就要有個 溼熟的龐田被那裏 這時候看妳是挑遠風特別那樣 fusion 有要買麵皮沒有 有要陰麵皮沒有 都要陰一顆麵皮都要陰幾個顧位 做得對啦 有時候以前是斑嘛 有時候要陰麵皮做不符 有時候要的兄弟說不符 不符人就說 就好啦 做比較壞啦 所以說 不敢把你先做了 所以說就比較好聽 其實那時候你做太斑了 非常斑 所以說 這也有時候我們做生意人的 一種推遲的位置 所以其實 你現在麵皮要經費就給世紀了 對不對 所以說 有時候在說 做麵皮的心生和健康 是 是 以前秋冬不必進 以前秋冬的 丁丁丁 就是說 沒有 古早時代沒有那個 舒眠肌 沒有在洗麵肌 沒有洗麵肌就是 薄薄都要用 頂腿 是 對 錠丁 開麵 就在拍麵肌 鬆 然後再勤勢 然後都會 它過程 所以 其實 被做麵肌 就是非常困難 對 對 哇 所以一件棉被的完成 喔 對 這背後很多的工序 要準備的 就之前的 之前的就是 古早的那種千沙被 對 對啊 而且一天 剛剛這個師傅也講到 一天 我大概做到兩件 就已經很厲害了 就很厲害了 對 這兩件被的很辛苦 對啊 嗯 嗯 所以像 師傅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 接觸到 做手工民被 啊 哇 那我是以前 高校十三歲 十三歲就開始 高校十三歲 那我就出了 因為那個家境非常壞 那就是說 剛才比較的時候 那在 我在原地 我是學家中主的 嗯嗯 啊 因為聽到 我沒有故事 你告訴我 那有人要請三天 是 一個月六百塊 五十幾年前的六百塊 那是很優厚的 嗯嗯嗯 精神很高的 對 五十幾年前六百塊 實在是我們說實在 是非常大 沒有錢的人 心想看得非常大 對 啊所以喔 就讓我們一個那個 啊 以前 因為以前我們正面會的時候 都有 文化症候 正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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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人家去幫我們修來 嗯嗯嗯嗯 啊我剛才讓那個老闆 嗯 啊 要用 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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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 已經做阿公了 哈哈 哈哈哈哈哈 真的要同工背阿公 真的 我們這師父真要高重 啊哈哈哈哈 十三歲真的是 我們現在來講 真的是同工了 明rau 十三歲就開始接觸 然後一直做到現在 就是做到現在 這樣都沒有參與在北方的康復上 所以像在中間 師傅都沒有想說要 哦 很辛苦耶 啊 換一個跑道好了 其實 要不要做 因為孩子時代 我們因為我們做孩子有辛苦的 在學習的過程 當然我們是沒有去想到那裡了 那就是說 實際上做這個麵皮 三個孩子也是都要靠做麵皮 把他在北方的大學 一路上靠到大學都死 我們成功成功做麵皮 這樣 大家幫我們倒鏡 讓我們可以做這個孩子 把在北方到這個大學 那你說像這個傳統的三個 雖然是落末了 你要把它放棄 我有時候他覺得很不甘 因為 雖然是說短短的一年 做短短的比五歲 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有跟我們做孩子說 如果這種三個 你若是想要賺是要好一點的 嗯嗯 你就看伴絕對不同想要接 你若是不甘就說 你三個孩子都要用這個給你刺激的 對 你對這個三個有一個感情 那麽你便和 好 你們本身卻騙兩個孩子走 你這樣減這個關τα 我就沒跟你反對 如果要貪情別想 對 甚至 agency 現在但是就是 因為他們有達成的 會向網路上行銷的部分 我們這個 做工人會做 會看用手手怎麼做 這樣做好漂亮 行銷部分 自己網路部分我們事都一竅不同 所以也是要讓他們自己有一個 去發展 我可以幫他們做的就是說 外種麵皮傳統的手工皮 做好漂亮 你所賣的社會者 可以覺得很好用 對 賺到的口碑 你以後才會有好人去繼續 那像我們的棉被是 我們叫冠河傳統手工棉被 冠河這個名字是 冠河就是說 當然是我學生的時間 那時候以前是在 興南 興南自免 是 在那學 學到後是說 到了 三十幾歲 六幾歲那時候 比較出去外面 自己創業 自己創業 自己創業是 那時候也是有 給幾個 點名 就是說自己 要幫他們創業 都 讓我們把貨貨給 自己來 因為我們是 信用 或是名的人 我們把把貨 就把貨貨貨貨貨 最多貨貨 我就將那裡拆除 用到現在才30年 也30年了 對 30年了 哇 所以也是老品牌了也齁 傳統手工棉被 像其實很多消費者 大家都會覺得手工棉被 好像都覺得手工 就會等於比較昂貴 會畫上一個等號齁齁 如果像手工棉被 因為我現在個人 一個人在這裡做 書面 刮一根棉被完成 定位固定 是 差不多可以做什麼 一根棉被 一根棉被 不過你一般這樣的機械棉被 一根一根八點精 可以做八百而已 怎麼相差的 太多了 所以你做手工棉被 你說 有那個經濟效益嗎 絕對沒有那個經濟效益 真的沒有 所以我會和我們做小孩說 你要想清楚 要想清楚 所以說 其實這是一個傳統的工作 對 傳統的工作 所以說 你也知道這 因為中級要絕對 一定去用淘汰 這是就是說 你要做到非常好 通常我都說 淘汰比較慢 這是雜溫的事情 我們用不同的方式 去經營它嘛 對 對不對 雖然說 現在就是 他們講的就是 做棉被就是 像是夕陽產業一樣 對啊 可能逐漸會落寞 可是我們想說就是 應該用怎麼樣的方式 對 可以讓它就是 再度重生 對啊 對 所以像文雅 那時候會決定回到家 就是傳承爸爸的 這樣的一個 就是手工的一個技藝 那時候有些個什麼樣的想法 嗯 剛開始的時候 我 就是 畢業後出社會之後 我是就是在家裡附近工作而已 對 然後 原本是當補習班的老師 對 那後來就 就 欸 在補習班工作 大概八年之後 對 我就就是離職要準備 就是 就結婚 其實結婚了好幾年 就是沒有生小孩啊 就 最後就離職之後 就準備備孕生小孩 然後那時候就 看到 就是生了孩子之後啦 就是看到爸爸就是 嗯 就突然有一天 就從背後看他在做棉被的時候 看他就是 怎麼頭髮變那麼白了 對 對 然後就想說就是 是不是就是我應該要為 為他的 他的這一份傳統的記憶 做一些什麼東西 對 那剛好那時候 104年的時候 就是 台南市政府金發劇 嗯 就是開始推動 就是台灣 就是台南市將軍區的棉花產業的 的一些就是 要帶動我們那個將軍區的 就是請巨協會的一個發展 就對了 然後我做一個聯絡的窗口 對 對 然後那時候就進而有 小寶貝的體驗活動啊 對 然後有一些就是媒體就是 爭相來採訪這樣子 對 然後就帶動一些人潮進來 讓大家就是 知道說 欸原來將軍就是做手工棉被的 嗯 對 就是有有這個 這個就是從 從104年開始啦 嗯 對一直到現在這樣 嗯 所以其實文雅 從104年 嗯 當然你從小也是看著爸爸 對 你爸爸也是做著棉被 好吧 三個孩子好 這個騎擁大人好 對 所以是文雅小時候看著爸爸 這個傳統的記憶做手工棉被 對 就像嗯 欸 看著他做手工棉被啦 就是因為他手工棉被的理念 就是想要把就是 最好的手作的溫度傳送給客人嘛 沒錯 對然後他做手工棉被的樣子 就很像就是在做 日本料理的料理長一樣 嗯 他就是堅持用最好的原物料 嗯 對然後捍衛他 捍衛他覺得最好的東西啊 對 然後希望就是 嗯 傳遞到消費者手上是 最好 最天然 最有誠心的產品 嗯 對 就是職人的精神啊 對 真的是職人的精神欸 嗯 所以像 我跟你講在你印象當中 小時候這樣看著爸爸 在你印象當中 印象比較深刻的故事 印象比較深刻的故事 對 大概是 嗯 因為 對於每一個 來訪的 就是 他的 他對客人的需求啦 都會盡量的就是 盡量去滿足 對 我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有一個客人 帶著他的那個 小小棉被 很小的一條小被子過來 嗯 就是已經破破爛爛的這樣子 嗯 然後他說他是就是 他從小就是 蓋的小被被已經 就是大概三四十年了 哇 對然後他就是 因為已經破破爛爛的 嗯 對那但是他又不想要 把他丟掉 嗯 那要怎麼辦嘿 然後爸爸就是想辦法 把他的小小的那個 破破爛的棉被 就是縫在那個 一個 全新的棉被的上面 讓他結合在一起 哦哦哦哦哦 對這樣子他蓋的時候 有全新的棉被可以蓋 但是他小被被也在上面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就是這個是我就是 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哦哦 對因為他是會 按照客人的需求 對去滿足他們的需求 對 而不是說就是想說 欸你這一件 棉被就破破爛爛 不要蓋了 就把它丟了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份就是 就是替客人著想的心啊 嗯 對就是讓我看到說 傳統手工棉被就是 就是 欸 跟機械被比啦 就是他有無法取代的人情味 對對對 這個溫度 跟他的溫度 沒錯這個溫度是不一樣的 對 而且像講到小貝貝齁 文亞有你的小貝貝嗎 我自己是沒有 但是我女兒有自己的小貝貝 對啊 所以以後他可能也會遇到 一樣的問題 對對對 小貝貝 一定要帶著自己的小貝貝 對是 像我剛好前幾天 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很可愛的一個影像 嗯 就是一個小女生 然後哭哭啼啼的 而且媽媽要去把他的小貝貝 說這貝貝已經好幾年沒洗了 哦 要丟到洗衣機去洗 對 結果小朋友就哭得稀哩花啦 他就會洗過就沒有味道了 對對對 哈哈哈哈 所以文亞的女兒有一條小貝貝 對 我的女兒有一條小貝貝 對啊 就蓋到現在 對蓋到現在 現在已經九歲了 所以之後可能也會遇到 就是跟這個消費者一樣 這個問題 如果破破爛爛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這樣時候就要找阿公了 對阿公就要出馬了 哈哈哈哈 對阿公就要出馬了 那也是有一個 在台南這裡也有一個 因為他們的孫子 一條麵皮 對 奇怪他說他在台幼稚園 去那條麵皮 是 啊那條麵皮的 那就是我做的 嗯 啊他那時候不知道 看著那個中間是什麽皮 嗯 那那時候是我們拆訪 喔拆訪 對對對 他就卡著那個單子 然後他又不曉得 地點在哪裡 對對對 就一對阿公阿嬤 然後開著鄉行車 對啊 就沿路張穩來 哇 對啊 啊我們也是要把它處理 我說你回去看他那個 肥草 等一間沒有那個孫 你把它帶來 嗯 啊我看他要什麽回叉 我還要頂上去做 嗯 我回念 我回念 最初回念一個就是 一對阿公阿嬤 他們 在台北 喔在台北 在台北 阿公阿嬤 是 卡電話說我 要聘養兩位孫子 讓你翻 是 我經一個時間 我再讓你翻 因為孫胚 事實說 要放孫胚 現在也很少 對啊 現在這個很少人 孫胚 因為孫胚 其實說是 對 顧愛塵蠻什麼種種 都一定很不好 對 都是很不好的啦 但是 因為那些孫子 沒有 在台北說要哭下來 哭下來當然 有選擇職業時 哭下來到家 哭下來到家的時候 我跟他問說 我說 我沒有跟孫胚 我沒有跟孫胚 孫胚大哥 你這兩粒麵皮 你是為什麼 要翻到那個孫胚 他說 孫胚是在人看的 他們這兩粒是 我們兩個結婚五十年紀念 我雖然是沒有營養 不過我就是要把飯蓋放進去 以後我這個驚驚順順 這兩粒粒粒就是我們兩個 你們的食堂結婚的紀念的麵粒 把飯蓋放進去 所以我聽到的時候 我也很感心 好 這樣我隨時給你做 我隨時給你做 等我做到好的時候 還好載到他 他也覺得很感心 他也說我可以退營做 他也非常開心 對 對 另外還有一件就是 有一個 剛才國中比亞的一個女孩子 他那時候國中比亞要出去 要出外去賺錢 那時候的經濟上 然後我男士老婆可以準備的是什麼 一張麵皮給他出去 怕在冬町 那張麵皮就能贏掉 當然那張麵皮在他 一生中就是說 我初出社會時的這張 我媽媽這張麵皮給他 那個感情 有時候在別人說是沒什麼感情 不過如果中感情 有一個回舊的人 他覺得這張的感情是沒價 所以他也是跟他贏來說 拜託說我把它處理 把它翻新開 看可以嗎 我說可以啊 你如果有這種心 其實說起來 這是對有那個感問題是大人好理的 所以我都一定絕對自己完成 所以這張靈體剛才我最初感心 我最初感想 他心也是很好的事情 對呀 這堅持做手工的 對 而且像現在會這樣的一個技術 跟我們的傳統的記憶 真的很少而已 就翻新這個幾乎很少人願意幫忙 對呀 對呀 所以我們的師傅 蔡師傅也是要好好的保存下來 哈哈哈哈 要保重他的身體 對呀 對呀 要好好保存下來 哈哈哈哈 所以像這個部分的技術記憶來講 文雅有學到爸爸的就小小的部分嗎 就目前啦 對啊 可能就是裡面就是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固定 封棉被的步驟 比較 比較就是順利一點 那其餘的就還在還在摸索 還在學習中 對啊 對啊 對 畢竟他已經做了50幾年了 對啊 從那個童工做到阿公 對啊 其實做一個麵皮 這麼giveous我覺得是都很簡單的事 TEDые 是十分簡單的 不過一隻麵皮你 噴 TOP你的手感 你要拿起來 一隻頭�am 可以dropfy 很美 是 手感的麵皮 National 就是說你每隻你做的時候 因為我們麵皮 經過梅棉過 然後 梅棉過的時候 你打完再想你甩 這麼保守 就是你的眼睛在看 時光致上 想搞的你可以到她 比作中 對 想 VIP也你可以補 是 給他一件皮革的環境 對 非常非常漂亮 這是一件手工棉被的 那個價格性 所以其實手工棉被 他這個所謂的價值 這個價值性 這真的就像剛剛師傅所說的 每個人 大家其實看待這個手工棉被 大家的心境不一樣 就是說產生這個價值 他也是不同的 對對對 就是每個人的 對於就是棉被在每個人的眼中 其實他的價值感 就是有的是就是 就是根本不是用錢可以形容的 對 對 不過像剛剛也有分享 他有提到 像我們現在很多的消費者 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手工的東西 他就是來的比較貴 就是會有這樣的一個迷思 就是一般年輕族群 可能會認為說就是 手工就是代表就是高價 對很高價 但是其實不然啊 消費不起這樣 其實不然 因為你看現在的一件 好比說蠶絲被 跟那個就是羽絨被 鵝絨被那一些 動不動一件就是三萬塊 對 對 但是你手工被就是不到 他的五分之一的價格 嗯 對 可是他的品質啊 對 卻遠遠高過於你該那一些 就是鵝絨被啊 登山四被啊 對對對 所以就是我 我認為說就是手工 並不代表說 就是高貴高價 嗯 對 他其實就是 手工做的 他想要傳遞的溫暖 對 就是 其實你用很便宜的價格 就可以去 購買到他 然後可以享受到就是 就是老師傅就是 傳統手藝的那一些高品質的東西 沒錯 你也不用特意跑去 百貨公司購買 對 因為有些年輕人他會覺得說就是 欸其實 百貨公司購買的就是 比較好的 嗯 對 那像我也有回到家 就是接了爸爸的工作之後啊 其實也有做了一些 像我們在這個產業上的一些轉型嘛 對 嗯 所以像這個轉型的過程 產業上的轉型 就是目前所 因為我剛回來就是 接的時候 因為爸爸他就是對 電腦方面 就是網路上行銷方面 他也完全都就是 比較不熟悉 不知道啊 不熟悉這樣子 因為之前他就是 都是跟傳統的店面做接觸嘛 嗯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比較積極的就是在 就是線上有銷售 嗯 對 然後就是經過一些 媒體報章雜誌的報導啊 嗯 對 就讓他 讓大家知道說 欸 原來在將軍區 有一間就是做手工棉被的 的工廠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 就是其實 有一些 有一些外客啦 他也會特地就是進來 進來我們這邊買 嗯 遠從基隆的也有啦 對 就是大概寒假的時候 又有就是 他們帶小朋友來台南玩 嗯 然後其中一個點就是 刻意要繞到我們 工廠那邊去 就是 就是買手工棉被這樣子 嗯 所以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沒有透過 如果原本沒有透過 網路上行銷的話 就是別人是不可能會 不知道的 知道的 對 對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像 政府輔導的時候 我們有就是 創一個那個 小寶貝體驗的活動 對小寶貝 嗯 對 這些 這個活動就是希望說 家長 可以帶小朋友 來到廠房 嗯 親自體驗做一件 自己的 棉被 棉被 對 然後讓 因為原本小朋友 一定不知道 手工棉被是怎麼來的 對對對 你來看了之後 才知道說 欸 原本原來做手工棉被是 真的不是一件很 很簡單的事情 對 啊你親自摸過之後 你感受他的溫度 嗯 對 你對他有比較深的認同感 對 你回去 透過社群網站 你又把它分享出去 嗯 讓更多人知道 對 對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像 團體參訪的部分啊 學校參訪的部分 嗯 對 這些也是能夠把我們的那個 手工棉被 更往外就是推廣出去這樣子 嗯 是 所以其實像在之前陸陸續續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行銷的方式 跟活動 對 那其實獲得的回想都很棒的 對 就是透過政府輔導之後啦 確實這一個方面就是 有 有把我們的手工棉被就是帶給更多人知道 這樣子 是 對 而且像文雅剛剛所分享的這個小寶貝啊 而且文雅跟師傅哇 也好貼心哦 哈哈哈 好可愛而且好漂亮哦 哈哈哈 是就是就是很特別 就是應該是說 剛開始就是政府輔導的時候 創這個活動的時候啊 我應該算是就是全台就是首創啊 嗯 現在可能有陸續某一些就是 其他的也有 商家也有 但是就是 我們應該是說 104年啊 對104年開始輔導的時候 對 那三年輔導的期間我們就是創了這個活動 嗯 然後吸引了不只就是 不只我們就是台灣的家長帶小朋友來做 嗯 對 又遠從香港的 然後哇 對 對呀 香港九龍書院的帶了一批學生過來住 哇 對 然後做完了之後把這些小寶貝捐給了那個 菲律賓的那一些就是比較窮困的一些小朋友 好有意義哦 對 嗯 嗯 而且我們這個小寶貝我這個名字我覺得取得很棒 對 這個貝我們剛好會取這個鞋 都是一樣的音嘛 就取鞋音啦 對啊 對 對對對 然後就溫暖一輩子這樣子啊 溫暖一輩子 對 他也是自己的小寶貝這樣子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那個啦 嗯 我覺得就是 育教娛樂 嗯 對 家長你帶小朋友來參加這個活動 對 然後讓小朋友就是體驗做棉被 然後也可以增進親子之間的感情啊 沒錯 對 你們這也是很棒的 嗯 所以像這個活動在未來 我跟你講還是有希望 就是比較可惜的是這兩 欸 輔導結束之後我們一直都有在做 還是有在做 只是這兩年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的關係 對 我們盡量就是減少就是跟客人就是 面對面的這樣接觸啦 所以這兩年的就是小寶貝的體驗活動是 目前是暫停的狀況 先暫停的 那如果說日後就是疫情就是去穩定之後 我們還是一樣會在會在推 嗯 對 會在就是讓客人進來裡面體驗做小寶貝這樣子 是 那像在未來 文雅還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跟規劃 想法跟規劃 對 就是我我我目前最最大的還希望 還是希望說能夠爭取年輕族群的認同感啊 嗯 對 就是讓他們不要讓他們覺得說就是 就像剛剛我們討論到的 就他們就覺得手工是一個很高貴的 對比較貴的 就是一個遙不可及不能碰的東西 沒錯 對 就是其實手工它代表是一個一個 傳統記憶的一個價值嘛 嗯 對但是你也可以用一個很便宜的價格來買得到它 嗯嗯 對不一定是你就是你想像的 它就是這麼的昂貴你 你碰觸不到的東西 但是你唯有親自來體驗 你也可以來場來場裡面摸摸看 你不一定要買 你來看看我們做手工棉被的那個 過程啊 的過程啊 的成品啊 對啊 我歡迎你們來看看這樣子 然後 你如果就是認同我們之後 對 你日後有需要你就會再來找我們這樣子 嗯 是 所以其實在未來文雅也希望可以讓更多的年輕的族群 對對對 大家可以 因為目前我們就是 其實一直以來啦 我們還是以就是 中年人的消費族群最多 消費族群會比較大眾 對 對但是就是現在有慢慢年輕化的趨勢啦 對 是 欸慢慢年輕化其實這樣也很好喔 對就是因為透過就是 這些媒體的報章雜誌幫我們報導 對啊 然後社群一些分享這樣子 沒錯 其實有一些年輕人就是真的願意就是 給我們一個機會試試看我們的手工棉被啦 嗯 是 或許欸不會是像剛剛這個師傅所說的 欸可能會慢慢的就不見了 我真的不希望它是一個西洋產業啦 對 就是我覺得我能夠做的 如果說我能夠把它推廣出去 然後我自己也慢慢努力去 學的它的記憶啦 嗯 對啊 對我就是想把這個區塊做好 對 能夠說就是 把 把罐河傳送手工棉被的 爸爸想要傳達的那個 就是 溫暖的那個 精神 繼續讓它延續下去 不想要讓它斷掉 嗯 那師傅呢 師傅有沒有什麼樣的 對未來有什麼樣的想法 未來啊 我就是說未來 其實說的 還是做小孩也不吃 我都是怕土地做小孩的心中 是 那就是像我所惡的 我惡到的 都是一娘傳承合一 對 來看一張麵皮怎麼做的 是 是 比較漂亮 旁邊說 重點 要學這個就是 它是要做麵皮 做得漂亮 嗯 有那個 讓人 人家裡去買到 他會覺得 欸 這個麵皮 非常的好家 非常的溫暖 嗯 這樣比較重要 嗯 我問我 有得賺多少 賺多少都是基礎 就是 可以得到 消費者給我們學了 我都是感覺 有很多 那種消費者去 買去回來 都傳 要有傳 那些 不要跟我們娘說 還是家庭說 哇 蔡師傅做的麵皮 非常好家 是 那種的 那種的感覺 就是客人的回饋 真的 他覺得很 很 就是對於他做手工棉被 堅持了這個 一家子的這個 他覺得就真的 真的是 覺得很背感窩心啊 客人的回饋 很感動的 對啊 所以說 像我做麵 會做麵的到現在我將來 沒有學會說 我做得到這個大小的麵 是 我將來我 沒有學會過 雖然是短短一年 做得到幾個月 因為 你說話說 熱人的時候 你是要 從它吹冷氣 又太熱了 你比較有可能 用到麵皮 絕對不可能用到麵皮 對 不過 我就是跟我們娘說 未來 我們一定要 還要開發一支 夏天 是 可以用的手工棉被 對 比較薄的手工棉被 純棉的手工棉被 因為冷氣你吹出來的時候 你那個冷的 跟你的濕氣 非常的 嚴重 對啊 對啊 所以你如果有一個純棉的 薄薄的棉被 是 教你心胸 嗯 它的湿皮 對 對我們的人體 保護 對對對 非常好 所以我 今年的時候我就跟我們娘說 我們未來要開發一支麵皮 是 會大家開發 我已經 雖然你做不好做 越薄的棉被越難做 越薄的棉被 越薄的棉被 越難做 越薄的棉被 你要看你的感受 不是一般的技術來做 會開 因為一支麵皮 你像說 做三斤的月 補的麵皮 做純棉的三斤 你所有營棉的 填充物 還要兩斤而已 你兩斤 你要做一斤 正常的 六斤這斤的麵皮 做不好做 哦 要非常不好做 但是 你要看你的工夫 比較特色的開 所以我自己說 今天 主在開發 真的主在開發 所以就是讓 不要讓大家以為說 就是棉被 就只有冬天可以使用 對對對 對啊 夏天也是可以有它的那個 可以做薄的手工被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是我們今年想要 目前想要積極開發的 有一些就是品香這樣 品香 我都是比較重視你 用天然純棉 對 天然純棉 那它對我們的大環境也好 對我們的身體也好 對 都是 因為隨著攝帶的改變也沒辦法 因為 就是說 因為我打入這個麵皮 那時候 那時候 因為幾乎沒有看到一般的 真的化學纖維 嗯嗯嗯嗯 化纖 實化的 化學纖維 七字名 我完全沒有看到 是 就是自己的四十名 獎 四十名獎 開始 差不多五十名獎 那時候 那時候有那個 我們的 咸筋唱的 咸筋唱 咸筋唱 是非常 非常 方向 所以 一些咸筋 開的 啊 方向開的鎖 尾鎖 或是 啊 裁開的 拿去做麵皮 哦 那就是 以前的麵的麵皮 後面發電的就是那個 還到差不多在四十名獎 那時候 就是一個法律的麵牆 嗯 十法律的劑子棉 對 就開始獲了 整個的麵 我們臺灣製造的麵皮 是 是 因為第一就是 港貴 對 以來就是 今所謂的麵皮 就是以來美國面 啊 墨西哥面 墨西哥 墨西哥 都是政府靠在靠 對 對 台灣幾乎 只有看到都是官母所用的麵皮 麵皮的那個而已 因為不合 不合 那時候台南市政府 啊 中華局給我們輔導的時候 我們 我們的旁邊那裡有種四分多 四分多 四分多 哦 你叫麵皮的時候 聽一個 路去的時候 那路工一千塊 一工一千 那時候比較燒一工一千 是 扣兩次老爹 啊兩次老爹 那可以做多少皮 做他兩粒皮 哇 啊 那只是工錢 你看 就多少了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說齁 我們台灣現在不是說 不是我們台灣麵皮 在五十 五十米前 那時候台灣的 種麵皮 在分裂到我們台南 他六千架 哇 有六千架 這六千架 所以採收到的麵皮是怎樣 因為我們台灣 一般膨脂 紡織業 對對對 等發達的孫子 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對對對 那時候採收來的麵皮 農家採收 啊 他就是每一個政策 都有委託一日子 專門收過的 對對對 我們工到他去把它載回來 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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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花一塊塊塊塊塊 載去選唱 跳蟹 跳蟹賺取外匯 就是都這樣 我們所用的麵皮 貌是有用到 好的本地所種的麵皮 也是有啦 啊 不過幾乎大部分都是用到 跳蟹過的刺激緣 不過刺激緣 雖然是刺激緣 但是都是田園的麵皮 不是像今百粒米灰 我剛才說九十九粒都是石化的雞子綿 都是石化的雞子綿 都是很接近田園米灰 以前的人都有一個觀念 米灰 以前的米灰都是很重 非常重 這種觀念不能找我 米灰可以隨著做輕和重都可以做 以前的人怎麼會做這麼重 因為以前我們說實在 這就是我們以前的店家 他沒有給社會者 他沒有在過路這點就是說 你來買米灰就是給你 你越買越重越有錢 那是算金的嘛 所以你要10斤8斤12斤 他都沒有跟你反對 他沒有改種你解釋說 這米灰 其實那時候也有需要 怎麼說呢 早期 大環境像路 都沒有打碼到路 就在頭路 那時候的廚 是都著廚的廚 到阿風 百風來扣的就過了 所以那時候比較冷 這也是屬性啦 那時候沒有這個燈溶 其實你也沒有人 感到感到的溫暖 我印象我以前做到那時候 我四眼兄弟姐妹 咬一顆皮 牛一顆皮 像我做那時候 國後那時候 你看 所以說那時候 他把我們8斤10斤12斤 這都他都不圍過啦 因為那時候的天氣 跟真的天氣不一樣 對 啊這個天氣就是說 車兩座 啊 土坑是爛爛爐 啊我們的家的蓋子都是 密閉室的都是這樣 清密窗 都不會說有多少風 當然那時候 如果加十二斤 只要他加六斤就好了 你就不會感到更重 對 所以說消費者的這點就是說 消費者就是有時候 人家說 人家說以前的麵皮都是很重的 很重的 他就傳統兩個字 就會覺得說 欸很重的麵皮 傳統手工配不是很重嗎 所以就是說 要讓大家了解就是說 麵皮 不是說以前的麵皮都很重 以前的麵很重 絕對不是這樣 對 人家經常可以客製化的 對 你要做多重不可以多重 是 所以就要讓大家了解的是一種 喔 欸這也因為大家來解惑了 對 不要再誤讓我小公的棉被都很重 對 欸因為以前真的到阿祖家 阿嬤阿嬤阿嬤家 對 那棉被真的很重欸 所以我那時候 剛剛師傅講我才想到 對我也會認為說 傳統的手工棉被 就是很重 就是重那樣 對 其實其實不是這樣子 哇今天也解惑了這樣 嗯 對我也解惑了 對 哈哈哈哈 我也了解了 哈哈哈哈 不過這也跟以前的那種喔 這個比較 比如說這個比較 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 當時的時代 天氣氣候那都是有關的 都有關係 喔 所以也是要蓋重的才覺得 有保暖啊 有的 有的人現在還是想要蓋重的 因為是習慣性 嗯 他就蓋重的才有安全感 嗯 對 所以現在甚至來訂做 11 12斤的 也有喔 也有 喔真的喔 真的 喔 對 我做得最重的14斤 他曾經做過14斤的 14斤喔 他堅持要做14斤 堅持要14斤 哈哈哈哈 但是齁 既然麵肥要做8斤 我都會解釋給他們聽 你真的 你的需求 你的輸給真的要這樣嗎 是 總總的問題 我會讓他們了解 他們那麼堅持的 那我就教他們的藝術給他們做 對 教客人的藝術 如果沒有就是我都 其實你要看 地區性啦 是區性 在我們台南 伊南下去 阿 擺過公司買 會有一個師傅在旁邊 跟你解釋 就是這一些東西的 你依照地區性的使用的 你棉被的厚薄 對 會有 會的 會有人可以這樣子 跟你解釋嗎 沒有 不可能啊 對 所以就是 你也是說 就是如果說 你願意相信 傳統手工棉被 你來藏內 就是有師傅可以解釋 這些東西給你聽 然後依照你居處的區域 依照你的需求 來幫你克制化 屬於你自己的棉被這樣子 對啊 有自己的小輩輩 多幸福的一件事啊 是是是 而且在今年 也預計就是 希望可以開發 夏天可以蓋的東西 對 是是 嗯 所以師傅現在是正在 研究當中嘛 對是 對 所以有預計 今年應該是OK的嗎 應該是OK的 應該是OK 對 今年應該就是會有 就是有 有機會就是把 夏天的那個成品就是 就是做出來 讓大家就是選購這樣 那我一定要先來搶頭香 哈哈哈哈 謝謝謝謝 趕快先來搶頭香 哈哈哈哈 所以在我們今天的公益 悄悄話很開心 為大家邀請到我們 冠河傳統手工棉被 我們的蔡聖龍 蔡師傅 還有我們 哇非常漂亮的 文雅 謝謝 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也謝謝兩位 謝謝